松原别馆首次举办的一场婚礼派对 原来是两位新移民的台北青年 在2020年入籍花莲后 展出了从相视、相恋 到定居在花莲的15年光阴故事和作品 除了象征两人到花莲的生活喜爱 同时也是两人的结婚纪念 展期到11月30号截止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前往欣赏 松原别馆首次充满了婚礼的喜气 原来是两位入籍花莲的青年艺术家 徐伟和黄欣化首次洗手合作的 在一起爱情时空创作展 21日这天在松原别馆举行开幕即婚礼派对 邀请家人及亲友共同出席见证这场特别的创作展 要纪念我跟徐伟在一起十多年 然后也是纪念我们2020年在今年结婚的一档展览 然后呢我们其实本来都是台北人 但是我们先后来到花莲变成花莲的新移民 然后我们都爱上这里 然后徐伟呢他一直都是一个画画的人 然后他一直是一个创作者 然后他就很希望能够用一个创作 然后展览的形式来纪念我们两个在一起 纪念我们结婚 然后呢身为他的老公 身为他的先生 然后呢我也使劲浑身结束 第一次然后尝试 进行艺术的创作 然后就是等于我们两个一起合棒的一档展览 所以才叫做在一起 原居台北的两位青年 于2020年入籍花莲并结婚 两人将15年爱情光阴故事的空间与时间 作为展览主轴 虚伪以压克力颜料彩绘两人相遇的空间意象 黄辛化则以装置艺术呈现相爱的时间 主视觉作品以家屋 象征两人幸运的相遇 像我是用相遇美好灵魂 然后辛化它是用时间的魔法 一个是呈现我的相遇美好灵魂是呈现空间 一个空间是就是很棒的就是花莲的东海岸的美景 然后以及很棒的人文的感觉 然后以及就是我们的家 我们家的感觉 然后就是时间的魔法就是一个时间 时间的呈现 就是关于在一起所经历过的各种的一个时段 然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然后我也把两个沙漏放在一起 一个三分钟一个五分钟 然后呢五分钟那个它会比较慢漏完 然后三分钟那个先漏完之后 它一定要等待 学习等待五分钟的沙漏也漏完之后 然后他们才能够在一起一起翻转 展览除了是两人的创作展 也象征两位幸运名青年对花莲生活的喜爱 更是两人的结婚纪念 现场有许伟水源生活画室同学好友的集体创作 也布置了新婚客厅 将两人花莲家中最具纪念意义的家具 书籍和饰品布置在展间中 展期至11月30日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欣赏 记者想帮宴华联士报导